男人在看电视 里面睁眼着黑猫警长大战 此时面容猙獰的黑猫 对着屏幕前的人 做了一个可怕的动作 随后电视卡顿 黑猫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一样 黑猫从身后偷袭了同类 把他按在地上疯狂地出书 赶紧点三棍柱 发生狗头保护 男人顿感不妙 顾不上爆米花 撒腿就跑 可跑到楼下房门却被锁上 自己还没带钥匙 他以百米的时速跑上楼 此时从屏幕里出来的黑猫 竟然诡异地也跟上了楼 这边男人不停地翻找钥匙 可越着急越找不到 随后男人悄悄地想从侧门溜走 可谁知打开门一看 妈妈咪呀 吓得他小腿都软了 原来小可爱竟然从后门上来 男人躲进洗手间 灯光突然熄灭 他刚打开风里手机照亮 却发现电量不足 这时突然灯被打开 更可怕的是 房门把手不断摇晃 眼看怪兽就要进来 可男人感觉后背发凉 蝴蝶钻进女人嘴里 女人奋力想拽出来 奈何蝴蝶力气太大 女人没掰扯个蝴蝶 下一秒 女人彻底放弃 全身抽搐 嘴角流出了草莓酱 同事闻声赶来 刚准备给他做人工呼吸 诡异的是女人睁开眼睛 瞬间起身 失去了心智 他不顾同事的呼喊 静止冲进了森林里 原来这是来自火星的蝴蝶 他喜欢喝地球上的牛奶 并寄生于人类 好在蝴蝶与人类达成共识 当蝴蝶进入人体 便能控制宿主的大脑 很快女人召唤来蝴蝶大军 舱门打开 赶来的蝴蝶走出飞蝶 随后张开大嘴 咆哮着要统治地球 接着跟在女人身后 冲进了警局 大战一触即发 谁知蝴蝶不讲无德 直接冲向了懵圈的伯伯勒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就被蝴蝶钻进了体内 男人使劲地想把他拽出来 可最终还是倒在地上不断颤抖 即使一每秒 八百麦的速度奔跑 也是无济于事 聪明的警长 以为锁上门就安全了 不出意外的 外国玻璃有根没有一个样 冲进来的蝴蝶 瞬间就让他口吐草莓酱 仅用了3.14秒 蝴蝶就寄生了整个整局的伯伯勒 就连无辜的杀人犯 也成了他们寄宿的对象 此时走出来的人类 面带诡异的微笑 已经完全被蝴蝶控制 最后那个国家就没了 男人脸疼看牙医 大夫拿起钩子 在牙医上扒拉了三天一夜 也没发现任何问题 可男人疼得撕心裂肺 大夫只能让他多喝热水 并提醒点赞关注发个狗头 下班后的医生刚要洗手 却发现水盆被什么堵住 他拿起过滤去一看 妈妈咪呀 里面都是活的方便面 吓得他扔进了垃圾桶里 从已50年的男孩 从没遇到如此奇怪的事情 想到刚才的患者一定不简单 赶紧给双手消毒 查看患者的CT 再放大了50倍后 才发现牙医里面都是虫子 这样男人蒙了圈 随后找到好闺蜜咨询 原来史书上有记载 这是一种可以传染的牙虫 一般寄生在人和动物的牙齿里 繁殖速度非常快 目前没有根植的方法 可以发狗头保护 这是患者打来电话 说牙疼的要命 无奈医生赶到医院 戴上双层口罩和防护镜 先给男人打伤麻药 再割开牙齦 真的从里面取出了方便面 可下一秒 男人全身颤抖 眼睛发红发生变异 像是丧尸一样 哭吱一下就咬伤了大夫 好在被及时推开 男人顺势扑向助理 医生吓得躲进了办公室 这时他也感觉到了牙疼 拿起镜子一看 自己竟然也被感染了 故事的最后 医生也幸运的发生了变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定要注意口腔卫生 看完后记得分享给你 不爱刷牙的好朋友 女人舌头上长出头发 吓得她蹬搭了双眼 赶紧用三天没洗的手 尝试把它拽出来 可诡异的是 头发就像口腔糖一样 不仅有粘性 还越拉越长 更加诡异的是 拉扯中头发顺着眼睛里 不断的往下游走 赶紧点赞关注 发送狗头保护 还好把头发完全拽了出来 女人惊恐地跑出了卫生间 不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 随后伸出粉嫩多汁的舌头 摸了摸舌头还是舌头的样子 就当她以为是幻觉时 却发生了更可怕的一幕 女人的头发瞬间长出白米多长 深深地被吸附在棚顶上 下一秒 女人觉得头皮疼得要炸了 想要把头发拉回来 可是头发已经变成麻绳 把女人的脸皮拽得变形 仅过了3.14秒 女人双脚离地 已经被头发强大的力量 扯到了半空中 此时女人的头发 竟以右眼不可见的速度 疯狂地钻进了她的身体里 可怜的女人也变成了光头墙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仅仅是个开始 伤一根的头发 在她身体里生根发芽 很快就从三关里钻了出来 就连受伤的胳膊里 也全都是毛发 最终领了热厚的河饭 原来就在刚刚 女人花一块的巨款 在很有名的理发店 种植了头发 这才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看完这个电影 一定分享给喜欢做头发的好朋友 避免不幸再次发生 因为你不知道 这些头发的来源是否安全 给你一个亿 你敢坐这样的沙发吗 直接女人的头部 慢慢地迅速被沙发吞噬 接着是整个身体 其实美女只有18岁 只是昨天花了9块9的巨款 租下一层楼的大别墅 接着怪事连连 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狗头保护 刚粉刷的抢面 又瞬间变脏 刚把破旧的杂物 扔进垃圾堆 可转身回来 又完好无损地在原处 女孩便收了又扔 垃圾扔了一大堆 这才意识到房子有问题 再照镜子 发现自己老了十几岁 女孩慌了 找到房东退房 可房东一脸淡定 拿出放大镜 给他看合同条款 有了新租库才能退租 无奈地他找到牙医看证明 说房子里甲醛超标 損害自己的皮肤 牙医却他去承正容 再等他照镜子 又老了几十岁 牙齿都嫌弃地离家出走 他害怕坏了 赶紧找到房东 男人已经见怪不贵 反正房子是退不了了 女人气疯了 把汽油撒满房子 正准备点火时 突然上来气 瘫倒在地 还好房东及时赶到 从女人的嘴里 掏出二十多米长的雷死垫 这才有了呼吸 到了第二天 他发现胳膊不对劲 只轻轻一拉 皮肤竟然掉了 更可怕的是 自己的血管变成了毛线 他终于决定 把房子转租出去 很快一堆男女 看上了房子 就在准备签字时 女孩突然反悔 大发脾气 赶走了租客 如果可以 他想成为被诅咒的最后一人 女孩太伟大了 最后认定沙发 吞噬她的身体 女人太狠了 手指一点给亲老公下了诅咒 接着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男人瞬间红楼发紧 感觉渴得都能喝下太平洋 热得脸大能有105度 赶紧从冰箱里拿出风开水 可诡异的是 已经拧开瓶杆的开水 却喝不到嘴里 男人瞅了瞅里面明明有水 但就是喝不到 你说气不气人 可他扔到地上 瓶子里的水去哗哗往外躺 随后又打开一瓶 还是没有喝到一滴 男人快渴死了 点赞关注 发送狗头救男人 他虚弱地摸索到洗手间 打开水龙头 想喝点不要钱的自来水 可他只要张嘴水就停了 男人不信邪 看着贼好喝了自来水 哭吃就怼了过去 可还是喝了个寂寞 下一秒 男人嗓子如火烤一般 而妻子邪魅一笑 此时男人动弹不得 大口地吐出凉白开 根本停不下来 妻子健壮 满意地打开冰箱门 拿出一瓶冰镇的热水 轻轻拧开瓶盖 大口大口地糟了起来 而此时的男人已经领了喝饭 媳妇美嘮嘮地转身离去 那你知道 男人究竟干了什么 才让亲媳妇下次狠手呢 What are you doing? Um nothing